近期,军事专家杜文龙先生发短文表示,近期伊朗方面讯息宣称,已经开始启动战备程式。 兵力是伊朗军队67万人,伊朗革命卫队13万人,状态是全部集合。 等待伊朗高层下达作战命令,而且有军列运在远端火箭炮、坦克、反舰导弹、战术导弹等重灌备。 分别向胡奇斯坦省、布什尔省机动,直接面对驻伊拉克的美军陆上部队,和波斯湾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。 打不到不说,打低阵势不小。 第一个引号,是本文作者给大家提的第一个问题。 所谓的伊朗革命卫队,到底是一个军容还是伊朗两支武装力量中的一支? 无疑。杜文龙先生认为是后者。 中国大部分军迷支援泄密美军涅球机密的阿芳奇的维基百科认为,伊朗革命卫队,是与陆海空军并列的军种。 我给大家介绍伊朗军衔时发现的。 而且比较认同这个分类方法。 伊朗革命卫队不是军队。 是拉拉队。 一个正常的国家,不可能有两支武装力量。 除非他们在打内战。 但是现在伊朗没内战。 把伊朗革命卫队,看成是一个武装力量并不科学。 尽管他们保卫的是那个落后的宗教的首领。 按这个思路,空军保卫的是天空。 比宗教大得多。 更得被列为单独一支军队了。 不过,这两种观点都挺好。 都与我无关。 我基本上是爱咋咋地的态度。 伊朗和美国这92万官兵,同时阵亡,我都不带皱拜下眉头的。 第二个引号。 我认为是杜文龙先生的笔物。 他本来,打,是打打。 在手机上选片语的时候,按错位置了。 我也经常这样。 手指头太粗。 荧幕太小。 经常按错位置。 不如在电脑上打字正确率高。